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用于干扰对手可以不进行充分的发力击打 配合步伐进行摔法的节奏速度一定要快 下散时腿部一定要充分发力 摔法动作工作时不能令对手有反应机会 在拳摔技术动作组合中 拳法同样起到干扰性 辅助性的作用 而主要以抱腿炫压的技术动作为主 拳摔之间的连接速度要快 同样不能令对方做出有防守的反应 在拳摔技术动作组合中 拳法同样起到干扰辅助性的作用 以抱腿楼腿技术动作为主题 在身体下潜闪躲时 腿部发力应带动左手臂紧紧把控对手左腿裹部 合理破坏对手重心 令其失级重心限制对方无法进行技术动作施展 主要是将其摔倒在地 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全腿摔组合技术 格斗式起 前脚登地助力 五四头肌和非常肌进行主动发力 腰部旋转进行发力 在腰部肌肉发力的同时感受背部肌肉主动发力 背阔肌作为背部肌肉群主要发力肌肉 我们的肘关键进行旋转同时带动肩关键 腕关键微扣 用拳风进行击打 回收的同时 上部趋右臂夹住对手进步 并用右侧胯部紧贴对手身体 双脚屈膝 使背部贴紧对方牢固加紧把位 紧接双腿挺膝 双脚蹬地 上肢前伏低头 向后挺臀将对手背起后摔倒在地 此技术动作组合拳法起到干扰性作用和辅助作用 要合理发力 抵打为接下来的摔法技术动作做铺裂 加进过位时要充分把控对方的颈部位置 利用右侧胯部充分带动发力 背部应作为摔出对手有效桥梁进行实施 此技术动作组合同样是以拳法为干扰性 对手做出对于拳法的防守或反击 同时利用对手身体进步的空缺处 利用快速摔法破坏对方重心 令对方使其倒地 此技术动作组合同样是在对手运用摔法时 用于对此摔法的防守技术进行破解 或者前手推开或者左右移动 令对手摔法动作扑空再进行反击 一番错误机纠正方法 吸收动作组合之间的衔接性差 实施速度缓慢 各发力部没有合理发力 无法将对手进行摔倒 达不到技术动作的最终目的 纠正时我们可以进行把位练习 和腿部力量练习 在摔法过程中能够充分发力 我们还要以组合动作的摔法 动作进行巩固 复席为主 不断熟练摔法动作路线 加快实施速度 真正出其不易 摔倒对手 格斗士奇 向右拧腰转跨 利用拧腰旋转的力量来挥动左臂 使走关节稍稍抬平外展 但外展幅度不宜过大 用拳风和拳面积达目标 背部肌肉群主要以背阔肌为发力肌群 骨刺头肌以及大腿主要躯干肌肉支撑力量 核心收紧控制好身体的重心 前脚跟抬起 前脚脚掌着地 回收拳的同时上部驱右臂加住对手进步 并用右侧跨部紧贴对手身体 身体配合右臂充分转动 左脚插于对手左腿后侧方 右臂右侧跨部同时发力 以左腿为发力支撑点破坏对手重心 挑起对手令对手倒地 此技术动作组合 拳法依旧起到干扰性辅助作用 注意左摆拳的击打线路 对对手造成干扰 直接顺势进行加进动作 右侧跨部一定要紧贴对手身体 重心压制左腿成为发力支撑点 此技术动作组合 同样是以拳法为干扰性 对手做出对于拳法的防守和反击 同时利用对手身体进步的空缺 利用快摔破坏对方重心 令其倒地 此技术动作组合同样是在对手运用摔法时 用于对此摔法的防守技术进行破坏 或者利用后闪 不法移动后撤 利用对手摔法扑空 也可在对方加进时 利用双手推挡对手的肩和胸部 令对手无法靠近实施摔法动作 以防测误机纠正方法 前摆拳出击时过于僵硬 无法顺势加紧对方进步 重心坦升偏移 右侧跨步无法进行有效发力 左脚重心支撑不稳 使自己倒地 纠正时可多做平衡性 与重心转移的练习 能够充分把控重心转移 并且加固腿部与右侧跨步力量 不断练习 为此摔法打下扎实的基础 格斗式起 在进行前直旋时 前脚蹬地助力 适当旋转 股四头和飞肠机进行主动发力 腰部旋转进行发力 在腰部肌肉发力的同时 感受背部肌肉主动发力 背阔肌作为背部肌肉群 主要发力肌肉 我们的肘关铁进行旋转的同时 带动肩关铁 腕关铁微扣 用拳锋进行击打 击打目标时 迅速收回 放置左下额 对头部进行有效保护 同时后拳向前击打时 后脚蹬地 脚跟外展 前腿和后腿主要以股四头肌 腿部支撑进行发力 前脚掌接触地面 腰部旋转发力 肘关铁进行旋转时 带动肩关铁 腕关铁微扣 同样使拳锋进行击打 背部肌肉发力 以背阔肌为主要发力肌群 身体重心保持稳定 后手拳直线击打 在击打目标时 输出肢体的力量至拳锋 回处拳的同时迅速上步 头部侧方插入紧贴对方 左臂液窝处 双手紧包对手腰部 右腿上至对方 左腿后部 将左腿挑起的同时 将自身重心向前压制 对方右腰部 迅速破坏对手重心 摔倒对手 此技术动作组合 特点是进行动性十足 左右直旋连接与上步配合运用 直接进行摔法动作 摔机时各个部位的力点 要充分正确 协调配合 摔倒对手 实施此技术动作组合 速度要快 力点要准 节奏要令对手无法适应 此技术动作 以拳法的快速支线连接 产生攻击性 对手做出 对拳法的相应防守或反击 在有效打击对手或对手 进行拳法反击的同时 利用对手身体 中部的空缺处 各部位合理配合进行摔法 有效破坏对手重心 利用对方倒地的一种技术方法 对于此技术动作组合 我们可以直接闪躲 下潜 躲避对手的拳法进攻 在对手进行此组合摔法技术动作时 我们快速做出抗摔的有效措施 或是合理运用其他摔法 将对手反摔 一番错误的究章方法 与其他动作组合相比 此组合动作容易将全部力量 过分汇聚于拳法进攻上 导致重心压制一处 而无法进行技术动作组合中的摔法 出拳时产生僵硬 不回收的一番错误 纠正时我们应将 左右支拳动作与摔法动作分解 进行空气练习 合并练习时 主要去感受拳与摔法连接时 力点控制 控制出拳的力度 感受下肢步伐 能否达到进行摔法的合理位置 不断加强链机 最终掌握此技术动作组合 技术组合不是盲目的拳打脚踢 是得充分考虑技术动作合理性 连贯性 连接性 还要注重技术组合的攻防有序 虚实变化 更是因人而异灵活运用